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台湾最有钱的地区之一 没错 就位在这远离都市的崇山峻岭的环境里 它既没有黄金 也没有产石油 然而 这里的农会存款 居全台湾第一名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它 不仅红遍台湾 在日本也非常有名 你应该已经猜到是哪的吧 就是高雄奇山 不过是快60年前的奇山 1960年代 奇山的香蕉大力销往日本 赚进大笔外汇 当时还出现了 北九份南奇山之称 但是自1974年 开始受到菲律宾低价香蕉的冲击 曾经的香蕉帝国也慢慢没落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两位返乡的青农 他们把对家乡土地的感情 结合现代化的经营模式 重新开启高雄农产业的新篇章 派奇怎么办 我现在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跟全奇山最有名的人见面 昨天我们在奇山老街的时候 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你们知道是谁吗 就是他 国老板 你不要他的脸了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在他的香蕉园里面 非常期待认识他 OK 帕奇 可你帮我按摩这个东西吗 我认为你应该要按摩 而不是按摩 我不太确定要按摩 所以可你帮我按摩 国老板 喂 有没有冰箱 一模一样喔 常在哪里老街吗 对老街看到 其实在老街他们有更大的脸 有那个大包的 对对对对 就比较那种欢喜包的 对欢喜包的 其实那时候想要放照片 第一个就是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可是我好像在其他便利商店没看过 就是哪里买的 现在主要都还是在其三老街 还有像比如说高雄的那个 伯二那边 喔所以是高雄限定版 对 欸雷娜你今天幸运喔 要买多一点 欸雷娜你之前有吃过乖乖吗 有我在学校的时候 第一次吃到的 我觉得蛮好吃 因为可以一边黏熟一边慢慢吃 所以大部分我吃了叶子的口味 那香蕉我也很爱 所以会第一次吃到 那个包开起来的时候有香蕉的味道 很香欸 你刚刚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 有吗 喔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郭老板壮硕的身材 郭老板以前可是城邦国手 不过在意识到家里香蕉产业的日益没落 决心返乡改变传统经营模式 那我是2010年回来的 已经大概12、13年的时间嘛 把新世代高规格的技术 和电纱文化导入 往国外高阶市场销售 这很酷 这很酷 为了外销到国外能保持新鲜 约7分钟就得收成 运送时为了防止碰撞 还会细心用棉被包裹着 姐姐你有没有这样一天会切几根香蕉 喔好多算不清 算不清 对啊 有没有一百串 有啦一百串 刚才一天就五百多串而已 那一人五百多串 全部啦 我们一团的啊 喔你们一团的 对啊 啊你们有个团名吗 没有啊 什么团名 香蕉宝宝的团啊 香蕉宝宝团 对啊 我是大宝 快80岁了 蛤 快80岁了 对 我 快一岁就80岁了 所以你是这里面的算长老级的 对对对对 酋长啊 酋长 酋人 当初他 好酋啊 在这里工作的姐姐们真的好可爱 虽然都有年纪了 不过工作起来俐落程度跟年轻人一样 我刚进去里面发现一件蛮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这里的香蕉会特别帮她泡澡 因为我们在树上采下来的香蕉 第一个会有香蕉汁液嘛 对 可能会有一些虫 但是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 诶 香蕉上面还是会看得到虫 对 因为我们香蕉是一条一条 但是在这个缝 有时候我们洗不到 哦 那水洗的过程 里面会放那个冥反 冥反 冥反就是会 虫会逼它跑出来 然后又加上我们有那个 葱的水柱啊 循环让它洗 那里面也会放那个 绿水 绿水 对绿水 第一个就是也要杀菌 杀菌杀青 国老板说会做这么严格的把关 就是为了确保它的香蕉 不只好吃 还要卫生安全 一般市面上的香蕉 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边香蕉的好品质 也受到外国人喜爱 有八成是外销到日本高端市场 台湾现在占日本市场大概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耶 这么严重 对 所以大部分它们还是吃东南亚 它主要还是菲律宾 菲律宾的香蕉 你刚刚说到菲律宾的香蕉 日本进口很多 对 那它为什么还会特别想要 引进台湾香蕉 我们现在经营 日本现在就是有剩 金字达顶端的这些 可能不到5%的 人口在买台湾香蕉 台湾香蕉在日本算是顶级货 台湾香蕉等于是香蕉界的LV 对 在日本算是这样 它价格又高 那它好吃 台湾阿里山 所以它这是一个品牌吗 还是 对 它是一个在日本注册的一个品牌 因为很多日本知道阿里山是 阿里山有在台湾香蕉的那个 它只是因为一个形象就是 有些日本人确实不知道台湾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它只是有读过历史 知道台湾有阿里山或是有故宫之类的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有点像是日本要写的富士山什么 台湾人就觉得哇很厉害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在那里面说 我们在买箱子 好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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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较舒服对不对 还是你也想要吃香蕉 这边的管家 你是管家喔 对 那你看这边的出货状况OK吗 同意吗 可以 卖得好齁 他们的香蕉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吗 各位 请记得继续观看影片 因为在最后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些特别的 给大家 给大家 接下来的这位青龙也非常厉害 他摘种的水果是超级期间限定 一年的采收期只有短短两周 而且据说他发明了特别的摘种方式 让他们家的水果成为世界各地掏客的最爱 老板我请说你的鱼盒包非常特别非常好吃 但是看起来 他看起来像一般的荔枝 没有 跟一般的不一样 差在哪里 老板很生气喔 哪里一样 一般的荔枝 它的没有那么多刺刺的 你把它打开来 你吃吃看 它的甜度跟一般传统的荔枝甜度是更高的 比较甜 比较甜 老板还要再等你说那一句 他其实只是想要吃它而已 他只是想吃对不对 对他只是想吃而已 你赶快吃赶快吃 这个绿的也可以吃了 对可以吃了 很甜 所以红跟绿有影响吗 味道 不会 玉盒包就是好吃在它要绿红 绿红的就是它吃起来会酸酸甜甜的 好多水分 而且超级香喔 好甜喔 好甜 水分很高 OK 讲那么多你要不要直接来猜猜看 要啊 好 这样应该很简单吧 很简单 我先拿个篮子给你 好 喔我们要猜那么多 我一直在想 你只能走到树上 然后拿着它 很小心 但结果他们都会刺到所有东西 老板我刚刚这样看栗枝啊 它外表有这种刺刺的壳 所以它代表应该是蛮好重的 对不对 哪里好重 它是台湾水锅里面最困难重的 第一它一年只有一收啦 你要让它开花 它要在12月到1月 累积4周以上的17度以下的低温 它就感觉到说 喔好冷 我要开花了 我要繁衍下一代了 哇它很娇贵很挑耶 对除了这样子之外 它如果觉得 开了花开很多 我们的树会觉得 今天好像开了太多花了喔 所以呢 我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健康 我今年都不要结果 一开始回来 你没有后悔说 哇每天顶大太阳 种这种东西太累了 还是回去上班 其实在栗枝最榜的时间 就是从1月份到 采收这段期间 只有公共就是照顾它而已 并没有那么想象中的 每天都在园子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有 反而会有很大半的时间 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陪家人 就是我觉得 是回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很划算耶 划算耶 老板那你有没有缺人 哈哈哈 它说它要把一年youtube的影片 的量两周拍完 哈哈哈 喔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这两周基本上是 没日没夜的 除了睡觉时间 就是在采栗枝 它有一些地方 它有榜 好像是灯泡 喔对 是你们晚上的时候 采收要用的吗 还是 灯灶是为了要防虫 我们荔枝 从以前都有两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打开荔枝有虫 然后我们现在做了灯灶之后 我们的虫害率 可以降到99%以下 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们的农药 减少喷一半以上 政府标准农药采率 我们可以降到10倍以上 甚至做到零检出 徐老板派我们 晒一整个下午的太阳会中暑 于是特地准备了 他们家隐隐为傲的 玉盒包消暑产品 请我们吃 你们的包装好可爱喔 一个狗狗 狗狗 我们高雄叫 TACO TACO 就是我们高雄 高雄亮的啤酒 对然后这是用我家的 玉盒包果汁下去做的啤酒 打开会闻到 满满的玉盒包香 闻起来没有那么酷 没有 很顺 我们这次设计出来 包括它的酒的感觉 完全是给女生享用的 你试试 试试 真的完全没有那个 不舒服的酷酷的味道 真的吗 很顺 超级顺 我们这个银耳露 一样也是没有加任何的香料 也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 它 里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个是我们这一两年的一个满火红的商品 我觉得老板很会把妹喔 老板你设计这两个产品好像都是给女生的 银耳给女生养颜美容 啤酒也是给妹喝的 不不不不 我们的TA不是只有女生 我们还有老人家跟小朋友 更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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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声音 呦 哇 看多多的绿酸 真可憐 我认为这就是你每天都要吃烤的冬天 去把绿酸的绿酸 製造成绿酸 真可憐 它是稍微甜 所以如果你喜欢太多的糖 这个是完美的 徐老板返向后 不只是开发多样的玉盒包产品 在包装生产线上 也做了很大的突破 我才是怎样的 No good No good Look at me Fire ok 你不得轻松 你不得轻松 一只手指头啊老板 我给你看 等一下老板 我给你看 你看 不要看浴盒包外表很粗獷 在包裝出口前 都要經過好幾次機器清洗 再有人工一顆一顆篩選 之後還要按大小分等級 我跟你說這樣還沒結束 這個是我們正在浴冷的環境 浴冷 就是我們要把荔枝採現在很熱 我們要把它降溫 降到它不會再繼續發酵的溫度 老闆這裡面大概幾度好冷喔 五度 你試一下 我覺得吃浴盒包你要吃冰的 吃冰的 看到Lana臉上的表情 就知道有多好吃了吧 高雄的浴盒包可是陽明國際 外銷到日本、美國、澳洲等市場 雖然每年產期只有兩週左右 但是年經濟產值高達12億元 好,我們回到荔枝採 因為背景很漂亮、很綠色 現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產品 在桌上 對,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影片中間有說我們要辦抽獎 你現在眼睛看到的所有產品 我們全部都要送給你 記得看到影片最後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問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然後抽出三個幸運兒 今天我們主要拍攝的都是香蕉跟浴盒包 有沒有看到桌上這些產品 很多都是浴盒包跟香蕉的再製品 去年我們也有介紹一些高雄的農特產 有一個東西我帶回家吃的時候 整個人愛上 就是這個 寶島第一位的酒釀玉盒包香腸 香腸應該算是台灣的國民小吃 基本上你去哪裡都看得到香腸 這個酒釀玉盒包香腸 吃進去有濃濃的酒釀香氣之外 你在烤它的時候還可以聞到浴盒包的味道 超級酷的 你如果送給你外國的朋友 我覺得他應該會嚇死 你真的很會講 其實我不吃肉 但是你介紹的時候我覺得 有點想吃吃看 很可惜 這裡面是100%的台灣豬肉 你可能沒辦法吃 我下次會跟他們講說能不能出雞肉下腸 OK嗎 這裡面也沒有添加雅硝酸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吃它 還有另外一個呢 是記不記得早上 我們去香蕉園的時候 郭老闆有提到 他們有個非常特別 就是香蕉拌麵 我已經打開了 我第一次看到香蕉麵 聽起來很特別 不覺得嗎 對 而且跟大家講 這個顏色看起來有一點 灰白灰白色 感覺上面好像有一點點香蕉的顆粒感 郭老闆說這個蠻適合如果想要減肥 因為它的澱粉含量比較低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減肥 愛漂亮 老人家 都可以吃這個 很讚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們桌上這些 超讚的高雄農特產 你們一定也非常想要品嘗到對不對 甚至想要買回家吃 我跟你們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6月14號到6月17號的 台北國際食品展 高雄霧場館 就可以看到這些產品 那如果你住在中南部 或甚至住在高雄的話 10月26到10月29的高雄國際食品展 全部都吃得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或上高雄首選電商平台選購喔 好 介紹這麼多 Lena 講一下我們這次抽獎的問題是什麼 好 第一問是 Where are Bananas from Chishan mostly exported to? 第二問是 How many weeks a year can you harvest Yuhu Hebao? 第三問很簡單 When and where can you see this product? 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選三個人 我們會見到台灣 拜拜 台視頻 5iet 平衡 小肯 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